欢迎大家收看马高斯TV 马高斯 终于回到香港做Blazer的解说片 话说有一天跟朋友聊天才发现 之前我病了没有做到第11集和12集 然后我这次又去了日本 又没有做到第18至19集 四集的共通点都是宇宙电磁怪兽 就问我是否很不喜欢这只怪兽 其实我都挺喜欢这只怪兽的 只不过有时错过了出片的时间 于是就没有做到 都是那句我有我的正绩 星期六放假不去玩才出到解说片 错过了出片的时机就真的没有了 话虽如此 因为今年我真的很喜欢Blazer 但是在香港的注目度都比较低 两次都错过了Blazer的强化集数 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这里都讲少少关于新形态的感想 这个火鸡形态 Fatonal Armour 应该就是Blazer的最终形态 Blazer的来力和强化都来得非常神秘 有时不交代或者未交代 等观众自己去幻想一下 都是一种浪漫 不过现今世代什么都讲快 这一套就可能未必个个香港人都受落 然后这只艳龙怪兽就是全CG呈现出来 结果新一集已经不见了影 这里就做少少这只怪兽的解说 艳龙怪兽Fatonal 出身地就是Blazer的星球 换句话说就是M421 官方的解说里面就表示 他们两个是一个共生的关系 对上一只超人和怪兽是拍档关系的 就已经是超人X的时候 造型设计就是由后腾正行着加Bandai去共同设计 后腾就在X那里表示 先设计了一个新形态的造型 之后才构思出这只艳龙怪兽 好了 我们就开始今集的解说 明仓辉明 我觉得今集其实挺好看的 主角就是副队长明仓辉明 之前的集数都很简单地交代过 他老家是做农场的 而今集的故事舞台 就是发生在他的老家山梨园 他老爸就假扮病緊急召唤他回老家 其实东京去山梨园也很接近 回到他才知道原来他老爸骗兽他 其实就是想叫他辞职不要做防卫队 就要他回老家结婚和帮忙做农务 我想他们的父子关系 都是当初发布会里面 填口讲过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今次巧妙在于不用太多铺牌 就能够令观众知道他们的父子关系 就会猜到他们两个其实就没什么两句 亦都很容易吵架 事关现实里面很多家庭关系都是这样 马高斯我也一样 不过不同在于 副队长心底里面依然都是关心他老爸 两父子亦都是因为这次怪兽的出现 最后都算是和解了 老爸就认为阿仔做防卫队很危险 而阿仔加入防卫队去救人和帮人 亦都是从他老爸身上学回来的 当老爸见证着副队长今次的认真做事 他都没有再劝阿仔辞职了 最后一幕就更加令人感动 他老爸就拿起农地的泥土 好恩惠地说出是阿仔成功守护住的泥土 再看回来 今集两父子的对话并不多 但从眼神行动上互相得到理解 这里先介绍 副队长的老爸明仓正吾 由现年65岁的野添二宏去飾演 三大特殊片 对上一次他参演过1997年的电磁战队 而他哥叫明仓正名 由现年39岁的正延志去飾演 他对上一次参演超人在G代的时候 ZUGUGAN 至于怪兽方面 今次是Blazer中的第二只蟲蟲怪兽 整个故事都很有異形蟲蟲电影的感觉 最正是副队长拿着手机拍摄着动约 然后怪兽很快速攻击他们 这只地底夹兽ZUGUGAN 今次有齐优体和成年体登场 优体身高167cm 体重1吨 成年体高50米 重3万吨 负责设计的是后藤正衡 皮套演员是生井宏幸 外形设计非常有異形蟲蟲的感觉 外观上令人觉得是宇宙怪兽 但其实他们是地球种的怪兽 成年体的前臂是一个像链刀的手 然后眼睛是发着蓝光的腹眼 然后头上有一对像兔子异的器官 就是用来发出很独特的蟲蟲叫声 根据剧中副队长的发现 这种叫声其实是一种呼叫 就是同类有外敌入侵的求救信号 至于生态方面 这种怪兽主要吸食地底的淡气 因为吸得太多就影响到周围的泥土 从而令植物枯毁 后来吸到没得再吸 就走上地面尋找食物 至于它的攻击手段方面 近战就是双手的黏刀攻击 中远距离的攻击就是从口里套出黏液攻击 黏液在空气中就会极速凝固 继而令目标动弹不得 暴雷兽今集手脚都被封住了 我就在想是不是火鳥去衍生帮手 谁知道超人被封了手脚 但里面的闫人都可以自由活动 顺带一提 现在推出的五百远胶就是幼体的模样 不知道往后会不会推出成年看的怪兽公仔 今集短短的就说到这里 未来的日子就将会有很多新的影片推出 例如日本的旅游片 圆谷大型活动Zubukon的攻略 还有很多很多的开箱片等等 敬请期待 今次这条影片就到这里 现在这个频道珍视会员制 如果大家有能力想支持的话 欢迎大家课金加入会员 大家的支持绝对制作的动力 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记得给我like我 欢迎大家一起留言讨论 周到边下